大家好 歡迎來到香港中醫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生的一座諮詢講座 我是郭東方 在中醫全科學生課程統籌及講師 大家好 我是蔡榮輝 我是香港中醫全科學士的畢業生 我是2010年畢業的 現在也是中醫學院的中醫師 很開心來到 見到大家 好 因為我的廣東話比較差一些 所以為了大家聽得比較流利 我用回普通話 麻煩大家在兩個頻道之間轉眼 也是我們這個學科的特點 兩文三語 相信大家在參與今天的講座之前 都有看過港大中醫課程的短篇 Study with us 如果沒有看過 大家之後可以再重新看一看 我今天早上也看了這個短片 覺得這個短片真的很清晰地 講解了我們的學院的背景 我們的理念 教學特點 當我想起十多年前在讀書 以及現在在工作 見證著學院的一些變化 我覺得我們在課程編排 教學設施 以至於用一些新的教學方式上面 都有很大的進步 整個課程就是越來越完善 也都更加可以切合到香港中醫留場的需要 是啊 我們看一看 隨著學院建立以來 這十幾年 不斷地發展 我們的課程越來越趨於完善成熟 現在我們的中醫科目佔整個 我們學士課程的45% 比重相當之大 而且提供了現代醫學課程 裡面 比如說包括我們的大學必修課程 還有生物醫學課程 以及見習 野外考察等這些實習活動 在中西醫科目的比重當中 大約是1比3 這個樣子 我們的課程安排 在這裡可以看到 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十分之豐富 那麼根據學生在不同的階段要求 分別安排有中西醫的課程 有TN式學習 還有臨床的這種技能訓練 老師 那其實我們一至六年班 在這裏 我們通過圖片給大家展示一下 就像這裡看到 上面這一排 主要是一年級的同學 看這裡 他們已經是學習打脈了 所以旁邊的一個女生摸的是叫脈整衣 就是我們中醫診斷學一個基礎 所以大家知道看中醫都是打脈 這是一個基礎 然後在同時 我們在學習中醫基礎的同時 例如像這種陰陽五行這種理論 大家要逐步逐步接受 也要逐步深入探討 當然對於我們在中學學習 像物理化學的同學來講 有一些困難 有一些挑戰 但經過這個學習階段之後 你會對中醫的理解更加深刻 這樣會不會學一些西醫的課程呢? 在一年級 對 因為現在是一個新的年代 我們必須與時共進 所以在學習這些中醫基礎的同時 也會學習到 比如生物醫學 包括生理學 解剖學 還有我們在學習的同時 已經很早的提前進入了這些課內見習 包括一些學習診症的過程 方法 這些都有介紹的 那麼在二年級 我們的同學 還會學習中藥和方技 就是你們以後要學會怎麼去開方用藥 可以看到 我們同學不僅是學習這些書文的理論知識 而且還跟著老師 包括到藥房 跟著師傅去認識這些影片 並且同時也會有機會去野外 去認識這些藥材的原生植物 以及藥材的生草藥 這些 包括可能到內地 比如雲南進行一些考察參觀 這個蔡醫師也曾經有去過 是的 當然我們也有去到雲南的草藥 考察 例如雲南有些地道的藥材 例如是天馬 甜漆 當時我也買了一些回家 開始已經叫媽媽煮給我們喝 好見 開始中醫的養生在我們學習開始 對 所以中醫它就是這種 不光是我們是一個專業的學科 而且它和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 那麼我們畢竟是一個專業的課程 到了三四五年級的時候 前面基礎理論不光是中醫的這些經典 學習 另外慢慢我們要進入到臨床 這個學科更加重要 因為中規我們要培養的是能夠看病 能夠幫到病人進行治療的 所以在這個階段會學習中醫內科 外科 副科 兒科 護傷科 還有真九科 這些六門主要課程 同時也在配合學習像西醫的診斷學 西醫內科 西醫藥理等學科 這樣你的學習就是中西結合 這樣才可以是一個真正的現代的中醫 當我們學習這些臨床科目的時候 當我們學習這些臨床科目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一些實踐的機會 或者可以看的機會呢 對 因為光是學呢 畢竟還是只上含冰 所以我們配備了很多的時間 進行見習和實習 在這個階段有超過270小時的見習 還有機會到西醫病床 進行這種西醫的見習 例如有40多個小時 而且還有一個階段 我們要去到像港大的深圳醫院 進行差不多4個星期160小時的階段實習 還是很豐富的 最後到六年級的時候呢 同學們呢 因為暫時在香港還沒有中醫醫院 同學們要根據前面學習過的這些知識和訓練 到內地著名的中醫教大學它的附屬醫院 進行最後的畢業實習 這個期間大約是40個星期 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樣看回這個課程的編排 六年的學習時間 其實真的很充實 但是我們其實中醫課程 都非常密集的 我們通常上學是星期一至五 上下午基本上都要上課的 所以我覺得除了課程的內容之外 我們學習的環境都非常重要 始終是一個舒適一點的環境 自然靜一點 或者是可以放鬆一點 我們學習都會更加入腦的 對 就好像大家現在看到的一樣 這就是醫學院的這麼一個環境 相當舒服的 對 對 這個環境其實大家看到圖 都看到風涼水冷 我們其實在沙酸島 我們的同學和醫學生 還有護理學生等等的 醫學院的學生 都是共用我們 醫學院校園的設施 我們的同學會在不同的教室 演講廳 研討廳 上課 也有機會去到實驗室 去做一些簡單的實驗 我們中醫學院那裡 也有個中醫的技能培訓中心 和中日標本室 可以提供到一些中醫的技巧 或者是實習的機會給同學進行 另外就是同學 如果他們想找資料 關於中醫的書籍 古籍等等 可以去到這個圖書館 就是我們大家在中間 福圖看到的余真強醫學圖書館 其實在這兩年才翻新完 大家看到福圖都覺得很光亮 很舒服 其中的二樓 整層都是中醫的書籍 所以對於我們同學 如果要去更多的資料 參考 那時候我們就很方便了 再加上今年因為因應疫情 我們有一個網上的教學方式 大學也增設了很多的設備 去幫助我們進行網上教學 對 現在因為正好是疫情的影響 所以這種網上教學 提供的軟件和一些資源都十分豐富 我剛才蔡醫師也介紹了 大家所看到 像醫學院的圖書館 不僅藏書十分豐富 而且有些資源 就是像這種電子書庫 電子資料庫 這些更是無盡其數的 而且都是最套的 最頂端的 不僅僅是同學們學習 很有幫助 包括像老師們 這些搜查 搜查資料 進行一些研究 都是需要醫學園 這個圖書館的強大支持 是 最令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醫學院 在明年至到後年 就會建成這個新的教學大樓 在於沙宣道的3號 在我們現在沙宣道斜路上面 連接著瑪麗醫院 大家看到這幅圖 也看到它的外觀 很漂亮 也很大 我們的中醫藥學院 也會遷至於 新的醫學院教學大樓 在上面這幅圖 大家看到 是一個公共空間 同學可以在這裡休息 或者看書 或者跟其他人交流 因為在這個教學大樓 除了我們中醫的同學 亦都會有護理學的同學 亦都是一個機會 可以給不同的同學交流 在這個新的大樓 除了有教室、實驗室 亦都會有一些臨床培訓中心 我們學院 就可以繼續在裡面 進行我們醫教研的發展 對了 如果這個大樓 是真正運行實施的 那我們一些像診所 教研診所 這些就十分之方便 因為交通便利了很多 而且連接馬利醫院 是啊 大家可以看到福徒 有天橋連接著馬利醫院 也有一條天橋連接著 沙宣道的宿舍 所以交通方面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接下來入學的同學 一定有機會享用這個新大樓的設施 這個就是我們在新大樓裡面的 臨床教研中心的一個模擬圖 大家可以看到 裝修都很漂亮 一方面是古色古香 但也有它Modern那方面 我們的同學 也都會將會在裡面進行建築 如果是同學們有機會到我們學院來 就有機會在這裡進行建築 建築跟老師進行看病 學習的過程 因為環境很好 好 好 剛才蔡醫師介紹了 像這個新的大樓啊 還有醫學院一些原來的設施 那麼我再介紹一下 港大中醫院呢 另外一個特色是 它最早呢 配備具有這種西醫的培訓 西醫院的培訓的這麼一個條件 除了我們的課堂學習啊 這些設備呢 那我們在臨床培訓方面 優勢也比較大 我們這裡呢 擁有的這種西醫院呢 像港大深圳醫院 就是在深圳 位於深圳的 剛才提到四個星期的階段實習 在那裡進行 而且呢 在深圳醫院這裡呢 不僅可以進行門診的實習和間隙 還能去到病房進行學習 這個是很難得的 另外呢 也是比較新的 大家都聽說過 港醫醫院 就在黃朱坑那裡 同學們也可以到那裡 在我們的中醫診所呢 進行建行 好 除了這種 我們學習西醫診斷學 和內科學之後呢 就是不光是我們中醫學科的內容 同學們還在結合學醫西醫的課程之後 到瑪麗醫院進行病房檢訓 這個是更加難得的 每天就好像我們看電視劇呢 有些時候有很多學生跟著一個醫生去巡訪 其實我們中醫同學都會參與這個教學巡訪 去幫病人去檢查 然後再重新去學習 這個機會很難得的 這個機會 我們才醫師都有經驗 都有回過 所以同學們就可能 就是我們 雖然是中醫 不光是說好像 骨色骨香啊 跟著老的醫師在這裡 把脈啊 看舌胎啊 而且你有比較威的機會啊 就是說 帶上聽筒啊 坐上台跑啊 去病房這裡 和病人接觸 然後同西醫同學一起 看到這些疾病 而且不光是門診上 見到一些常見的病啊 有可能在病房裡面 見到的是一些像疑難啊 危重的病情 這個是平常很少見到的 這個學習機會十分難得 那麼除了西醫和醫院之外 我們還有呢 幾間比較多的診所 其中兩間呢 是我們大學中醫藥學院的自己的診所 另外有六間呢 和NGO和HA合作的 這種三方合作中醫診所 給同學們提供更多的 在香港進行見習的機會 讓同學可以找到更熟悉一下 嗯 那講起這些的 見習實習 其實我自己真的體會很深的 特別是去內地實習的時候 因為可以去到不同的科室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也可以見到很多香港 未必可以見到的一些疾病的 也都有實踐的機會 例如我之前去針灸科的時候 那老師就會安排了不同的建築學生 那就會每人處理一個病人 那對於我自己的病人呢 那我就要去和他先做一些 問診、忘診、四診 或者檢查 然後我就要寫好病歷 再以定買一個針灸傳方 譬如說 我是要針什麼穴位 要用什麼的療法 這樣寫好 再交給老師去批語 那當老師覺得 都寫得不錯 都符合一個辯證論字的 那他就會讓我親手去落針了 那當然他都會在旁邊看著我 糾正我的錯處 那整個過程其實真的會 令到我去看證的信心 是會大大的增強的 對 這個包括我自己在實習的時候 也是這麼一個感受 就是必須得你自己親自鼓勵的 進行一個診断和處理 才能訓練出來你的專業技能 不然總是跟著老師 自己就根本不用想太多了 是 就是靠自己去提升自己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現在這些中醫的學生 他們比我們的時候更加好 因為不僅有練習的機會 也都有很多心靈的學習體驗來的 那好像我們在上一年 在谷商科都進行了一些活動教學 不如柯老師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啊 那請大家看一看我們這個活動 這是一個和在研究的活動 結合股商教學 以及就是社區服務 這麼一個整個的項目 所以呢 就是由同學們來進行主導的診断呀 治療啊這麼一個基本的過程 然後呢 結合了我們的臨床 而且學生在和這種老人家病人的溝通當中呢 他能做很好的訓練自己這種溝通技巧 就不光是專業知識了 那麼在同學們從活動當中的得到反饋呢 是十分積極十分好的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短片吧 好 好 這是我們一個UGC的和股商科教學內容相關的研究項目 大家看到很開心 這麼多老人家 他們不是第一次參加我們這個活動嗎 這裡我們看到的呢 是通過社區的NGO組織呢 我們邀請這些老人家來到我們的教室 就是大學道 但其實呢 在之前呢 我們也曾經帶點同學 就是直接到社區 就是到老人家的 甚至到他的家裡啊 進行一些服務指導 請老人家到我們的教室來呢 那麼同學更可以利用我們的設施很方便的 你看訓練我們的學生 還怎麼去檢查診斷 而且你看這兩位同學就在獨立的探討 就是如何一定方案評估這些別人的情況 當然還有我們的老師在指導 我們的老師在指導 老人家呢 也是很積極的配合參與到這個研究下 所以這是我們整個一個研究的活動 那麼同學呢 在過程當中呢 我們的老師和一些Tutor的指導下呢 不僅是進行診斷檢查 這裡呢 它還是幫助呢 進行一些基本的 看到有一些治療方面啊 當然這些落針就由老師來進行 老師來進行 同學呢 就是用一些非親戶性的手段 在老師的指導下 幫助了人家 進行這種病痛的治療 大家不要看這個動作很簡單 其實呢 需要練很長時間的 這是一個國文法 怎麼把手環去令得鬆的 有一個方式感 就是啊 而且它是 必須還有一個治療效果 是 可以看到我們有很多的老師啊 有很多的主題啊 在帶領 指導我們的同學 而這些 這些儀器和設備呢 就是真正啊 我們就學會 怎麼去用中醫的方法 看到這個 這個是一個現代 和中醫的傳統的結合 包括這個也是 我們都聽說把護官 現在用真心抽氣的 可以做到 嗯 這些死的基本的知識 而且要真正應用到 實際當中 握助這些老人家 減輕減低 所以看這些設施呢 都是我們的同學呢 就是 呃 我們有一定的經費支持 他們按照自己的這種 我們看到我們的老人家 來根據不同的老人家 來給他們 所以老人家都很開心啊 他可能已經在跳了 嗯 而且呢 整個過程呢 我們還要進行一些評估 我們老人家看看 他在我們的這些介入 幫助治療之前和之後 有沒有一種的 整體反應呢 難度很好 我們看到我們的老人家都很開心 這裡我們是一個 呃 三個院校的合作項目 所以呢 和另外兩間中藥大學呢 我們也共同合作進行這個項目 所以這個 我們曾經和其他的一些 呃 醫學的專業學會 還主持人 搞一些進行大學的手續活動 這個反向也是很好的 並且呢 通過這個活動呢 利用我們的資料 和同學學習的這些內容 然後呃 提供了一個新的PPD 就是讓其他父子比較深的 可以在這個新的知識上誉 做到發揮的 嗯 你在手機那裡 都可以很輕鬆地去提出一些資料 對啦 所以大家也看到我們的同學 不僅是 學以置用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比較享受 比較開心 這個呢 其實也是我們的教授的基本目標 就是 雖然是專業教育 還要培養我們的中醫專業人才 但是呢 比較回饋社會 然後就是社會 所以 我們的DJ 也很感激這些老人家 當然呢 老人家也十分善意地 感謝我呢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歡聚一趟 十分開心 好 這就說我們這段 嗯 好啊 謝謝老師的分享 那就是 看到這個骨箱的活動 其實真的 大家看到很好玩的 其實是 我相信每一個同學 在當中呢 都是很享受 那其實除了 心救啊 推拿骨箱這些 臨床科目 我們有一些的新的教學方式之外 其實不同的科目呢 都有應用一些PVL OBASL OSCE 這些的學習方式 譬如PVL 就是 我們會有一些臨床的場景給同學 譬如是 陳先生 他 腸胃不舒服 那給一個場景同學 那同學呢 就要自己去討論 然後去考慮 我們要發掘一些問題出來 然後呢 再逐步去找答案 那 那通常呢 我們就會有幾幕的情形 那 每一幕呢 就可能會有一些引導性的 那 所以同學呢 就在整個過程裡面 就可以 學習到 要怎麼思考 在整個疾病過程之中 不同階段的一些 不同的處理方法 那 那 又譬如這個 OSCE 第三個 OSCE 就是一個參考西醫的一個臨床技能的考試 那 那 同學呢 會在有不同的一些的counter 那 那我們的同學就在每個不同的counter 都會 考驗他們某一種的臨床的技能 就在診證上面會出現到的一些情景 那 要考驗他們即時的處理的方法 那所以呢 都是很適合我們現實的需要 就不是只是說 啊 書本讀書我要這樣處理 我到時 真的臨床才處理 我們就要提早給同學呢 去有一個體驗 去嘗試 甚至是考核 嗯 而且呢 這個其實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呢 就在不同的station 進行考試呢 就好像過關一樣 是啊是啊 都很緊張 就是 那 那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都有一些 跟醫學的多學科學習 和交流 那 例如是跟西醫 護理 西藥藥理 甚至是社工等等的同學 甚至是教授一起的 大家見到上面那個圖圖 見到是整百多二百個人 一起去上課 那 可能我們會有個專題 例如是癌症專題 那 就會有不同學科的教授 去分享他們的一些 研究的進展 還有 看看在當初 大家有什麼地方 是可以 有合作的空間 然後再進一步去討論的 嗯 這個都是很 比較新的教訓方式 而且是中西融合的一種方式 對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IPTBL 的 Team Based Learning 的一個學習方式 好 那 除了這些方式之外 我們就算是中醫的經典 裡面都有一些其他 新榮的教學方式 因為中醫經典聽起來 就好像讀古書 古文 就好像很悶 但是我們老師授課的時候 就不會只讀原文 解釋 就是這樣 更加希望是引導同學去思考 那 譬如我們說 咳嗽 那在《皇帝內經》裡面就說 五臟六虎皆令人咳 那其實就是說 不只是肺才會令人咳 肺的病 那究竟是為什麼呢 五臟六虎不同的咳 的表現又是怎樣呢 我們就會要求同學 將這些條文列舉出來 比較 討論 再去找一些相關的病案去研究 那大家看到 右邊的幅圖 那就是 我們甚至邀請一個真實的病人 來到課室 就等同學 又是同學主導的去 發問 診症 然後再開處方 甚至也會追蹤著 他的病例 他吃完藥之後的反應是怎樣的 所以就希望 從中 一方面掌握到 經典的原文 但是另一方面 就不會說 好像太過時 我們也是要切合 現代醫學 對疾病的認識 就會對病 可以上壓得更加好 對 這個呢就是 古代的這種傳統的中醫文化 或是傳統的中國文化 和現代的這種知識的有機結合 其實大家既要學到古代的這些原文 但是呢 我們又不基於那些 像剛才介紹的IPE這些 都是要不斷的用新的模式 大家進行總結分析 這樣才能真正學到我們有用的東西 好 因為 就算對於原文 就是每個人的見解 都可能有不同 但是我們就不能夠說 聽一個人的見解 我們都要從多方的不同的角度 去認識這些的古蹟 以及怎樣去應用在我們現今的疾病 嗯 這個是最好的學習模式 好 我們在香港中醫藥學院的學習呢 還是比較一個完整的 大家聽到前面聽到我們介紹了 一個是學科的設置 課程的結構和比重 另外一個呢還有內容 就是說不是說光讓你背原文 如果背原文的話 那麼我們就只是學中文就可以夠了 但我們是一個全方位的 不單只是你的基礎知識 要記憶啊背誦啊 其實就是希望我們的學習呢 達到一個最高的層次 就是你有過反思 未必老師或者是講的理論呢 是完全百分之百的能夠被你所接受 但是如果你能反思之後 自己總結出來 這樣在臨床當中或實驗當中 再去應用驗證 這是最好的結果 所以呢 我們有很全面的這種培訓呢 包括到最後 經過六年學習之後了 功德圓滿畢業了 就可以有資格參加香港中醫職業考試了 再通過這個考試呢 就可以註冊 成為香港註冊中醫師的一員 嗯 是的 那相信各位同學都會很關心 我真的考慮執業師拿了個牌 但是就業前景究竟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畢業生 他們都會選擇進入 集法監由大學 醫管局 和非牟利機構合辦的教研中心 他們都是提供三年的培訓 我們畢業生剛剛第一年進入 就是一個初級中醫師 會有一些跟診的機會 就是跟著一個資深的醫師 跟他學習的 也會有一個獨診的機會 有獨自診證的機會 將我們六年所訓練到學到的東西 去做出來 那很多這些教研中心 也都會提供一些培訓 可能是全科培訓 或者針對一些專科 甚至是專病的培訓 有些比較優秀的同學 甚至會申請到國內進修 好像有機會去一些大學 大學醫院去學一些 這些科的進修 譬如是北京 或者是上海 他們可以去選一個專科 比如是心腦血管科 或者是針灸科 通常他們的國內培訓 就是一年的時間 當他們回來之後 他們其實都學了很多東西 可以開始專科方面的發展 可以其實按著這個進升階梯 逐步去提升他們的地位 和那個醫術 當然也不是全部人 是選擇去這些公營診所 也都有其他人 是會去私營的中醫診所 或者是他們進一步去進修 讀碩士、博士、研究生 也都有人是會投身科研 或者甚至去做藥廠 像蔡醫師這樣 又回到我們的學院 教書 這都是很好的選擇 根據不同人的意願 性格 其實都有很多選擇 甚至也有很多人選擇去外地發展 因為外國人其實都很多很相信中醫 對 這個中醫其實在國外的發展 其實是很好的一個前景 特別是很多像我們畢業生 他們有的出去 包括我自己的同學 畢業以後到國外發展 在當地其實都是很好的 像美國那裡已經有註冊中醫 那麼你可以獲得合法的執照 而且呢 可以有的是保險 能夠支付的 那麼前景是十分之好 那外地發展就比較適合一些 就是喜歡另一個文化 或者是環境的人去做 但又不用說放棄了這個專業 對 這是好的結果 是 那接下來在2024年 我們首間的中醫醫院 就會落成 在將軍澳 也都會分階段開始啟用 那所以呢 這個中醫院 其實對我們整個中醫行業的作用 都非常正面 一方面對我們人才的需求 是非常之大 也都可以提供到一些 訓練的基地給我們的學生 那再加上社會 甚至是國際 剛才所提到 對中醫的影響性 越來越高 那所以呢 做中醫呢 就越來越吃香了 對啊 就好像現在 蔡醫師來到我們這裡 就是更加促進了 中醫藥學院的發展 那麼希望呢 我們在做這些同學呢 也都是不斷地來加入到我們這個行業當中 來讓它不斷地發展完善 天井會越來越好 好 那麼我們稍微來總結一下 剛才前面介紹這些內容 就是從幾個方面 從國際生育啊 這種打學排名來講呢 因為我們背靠的是港大 這麼一個著名的國際大學 它的排名呢 是十分之靠前的 根據英國的一些機構 比如像 台股市高等教育啊 或者是QS 它的調查呢 那我們在2021年這個排名呢 分別是39位和22位 在所有亞洲大學裡面呢 其實也是十分之靠前的 十分之靠前的 十分之靠前的 我們的老師很多是從內地來的 那麼它的背景呢 很多在當地的醫院 有的甚至已經是主任啊 教授啊 承擔著很多大的科研項目和教學活動 那麼這個師子是十分強大 還有呢 就是比較有特色的 就是西醫課程 對吧 蔡醫師好像你們學的時候 也是有很多老師是十分注意的 是啊 比如大家都熟悉 就是黎青龍教授啦 這些其實以前都是有教過 我們的中醫的學生的 那我們有這個西醫背景 醫學院做我們背後的強大後盾 所以我們西醫的課程呢 就是教得非常之好的 對 這就是剛才提到的 現在需要中西醫結合 而且呢就是理論學習 我們還有這種完備的 教研中心啊 八間診所啊 還有西醫院的這種訓練和培訓支持 那麼教學模式上就不用再出途了 我們才提到有很多比較新的教學模式 那麼大家學起來呢 會更加有興趣 而且不是就是死盡硬背 海外交流機會呢 那後面我們還會提到 因為有很多的項目啊 可以為大家提供 那麼不僅是在港大來學習 還有機會去內地啊 和不同的地方 進行學術上的教育和活動 通過這些呢 那同學們在港大這個環境 在港大中醫藥學院這個環境呢 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全面的發展 嗯 那麼剛才提到這種就業的前景啊 和職業前景呢 就會越來越好 好 為了提高促進我們同學啊 對這個學科的學習呢 我們也提供了很多獎學金 那麼有志於港大中醫藥學院的同學呢 可以通過這些來更加吸引 加入到我們學院 當然啦 這些都是學習成績比較至優的同學 所以這些更加刺激呢 同學們要努力學習 不光是在入學的時候 就是入學之後 這些獎學金也是在提供的 好 那如果呢 真的有興趣報讀我們 中醫全科學士的同學呢 就要留意我們的收身要求了 我們的基本要求呢 就是四個核心科目 就 最低的要求是 3322這個分數 那兩個選收科目呢 其中一科呢 必須要是 生物 化學 物理 組合科學 或者是綜合科學的 那 也都需要是得到三以上的分數 我們呢 我們的 Gupert 的名額 就有24個 而計分方法呢 就是計算最佳的五科成績 即是 Best 5 在2019年開始呢 我們就用一個新的計分方法 那就是 如果得到五分的同學呢 他會 加了分 變成5.5分 五星就會有7分 五星就有8.5分 所以 用這個新的計分方法呢 如果你是拿到 升級的優秀的成績的話呢 那是會有加分的 對於呢 這些成績好的學生呢 就是一個肯定 就算是 如果有一科 兩科 失手 但是其他那些科 都很高分的話呢 那其實這個方法呢 都可以令到他們 有一個優勢 在這裏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分數 那 我們的 Upper Quarter 就是 29分 中位數 和 Lower Quarter 和下四分位數 都是28分 所以 其實這個分數 和往年都是 相約 所以如果同學呢 是覺得 如何才能穩陣一點 可以進來的話呢 就起碼 28分 29分 以上呢 才會比較穩陣一點 那 同學呢 亦都要留意 以下的重要日子 我們呢 會在 明年的六月 和七月呢 就會有一個 Drupus interview 那就會邀請所有呢 放了我們 在Band A的同學呢 就會來到 學院和 進行一個面試的 那 面試的形式 究竟是怎樣的呢 康老師 嗯 好 這裡呢 稍微給大家介紹 我們的面試的形式 我們的面試形式呢 因為現在有一個 COVID-19的影響 所以呢 可能 形式上會 因為當時的情況 而有所不同 那麼 以前呢 有採用了個人的形式 也有採用過 這種小組面試的形式 進行一些辯論 例如 那麼今年呢 網上的面試呢 也都有採用 那麼從內容方面 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呢 就是有關中醫的趣味問題 例如呢 就可以讓你向外國朋友 介紹一下 那麼什麼是熱氣 這個呢 就需要來看看我們同學 對中醫的一些基本理解啊 和一些感觸 另外一個呢 就是由同學進行自我介紹 了解一下同學的這種意願和志向 你為什麼要報讀港大中醫藥學院 那麼這個部分呢 基本是用英文來介紹 用我們一個兩文三語的要求 第三個呢 就是看看這種中醫的相關議題 比如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中醫在香港醫療所占的比重 這種比例適合嗎 我看看大家對這些方面 進行一些 包括邏輯方面呀 總結性啊 歸納性啊 這方面的思考問題 所以呢 從這幾個方面呢 進行考慮 那麼語言上呢 還是兩文三語 或者是英文 以及廣東話 嗯 其實呢 都不需要太擔心這個面試的 就是我們都是有個希望 可以見到同學 就是和同學去互相了解一下的 所以都不需要太擔心的 好 那麼我們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現在就是有一個Q&A的時間 看一下同學有些什麼問題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 就和大家解答一下啦 就是這樣呢 有一位同學就問到我們的修身要求了 就是說 在那個Best 5最佳的五科成績裡面呢 是否一定需要有 是否一定需要有 Bio、Chem、Physics 就是理科的其中一科呢 還是只要有包括這些的Elective就可以呢 那麼我們其實在Best 5裡面呢 我們就沒有規定是一定要有 包含這個Science的科的 總之呢 你任何五科呢 最高分的成績呢 那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就有的同學問就是想 在課程的六年裡面 會去內地的哪些城市實習 一般來說呢 我們都會去比較大的城市 像四年級的時候 我們有階段實習啊 那麼就去深圳 我們自己的港大深圳醫院 那這個是呢 我們自己的醫院呢 剛才提到 有不僅是在門診可以見習 而且還可以我們的中醫病房 就是很有特色的一個事情 之後六年級的同學呢 是畢業時期 畢業時期呢 一般也是到達城市 這種國內著名的中醫藥大學 附屬醫院 例如像上海啊 一些醫院啊 那麼這幾年 我們都是在上海進行的 像這種曙光龍華 蔡醫師當年是去哪裡 我當年呢 就是去廣州的 廣州的中醫藥大學的附屬醫院 其實都是在全國內講 排名很高 還有無診量很驚人 這些內地的醫院 他們都很多病人 所以我們學習的機會 都很多 對 除了這個醫院之外呢 我們在二年級的時候呢 暑期還會安排同學到內地 進行這種野外考察 就是說 採一些草藥對草藥的認識 多數呢 像雲南啊四川這些 中草藥比較豐富的地區 會去這些地方 但是這個就不能是城市了 城市裡面就相對少一些 有同學問 哪些科目是用英文學的呢 中醫科目是否全部都用中文學的呢 我們的課程裡面呢 西醫的課程 生物醫學的課程 和一些大學的核心課程 都是用英文去學習的 而中醫的課程呢 或者建習呢 實習呢 都是用中文的 那就可以是普通話 或者是廣東話的 那就視乎我們的老師 是講哪一種語言 好 有的同學問 就是說我們學額有多少 就是招多少學生 然後我們的學生主要是成績是怎麼樣 對呀 一般來說 Jupas 我們收生呢 剛才前面已經介紹過 是二十四個 二十四個 那麼大約呢 根據往年的這種統計比較 大約七成是Jupas的同學 但是呢 有的時候要看他這種申請的情況 要看申請的情況 嗯 那又有同學問 有些 就是第二次Jupas的學生 他未必是今年去讀 考完DSE 可能是以前考過 以前考DSE 今年呢 先是再報DSE 的學生呢 收不收呢 那我們其實就是 都會收的 我們呢 就算你有兩張SERD 我們就會容許Combined SERD 就是我們會合計成績 那就以該科最佳的成績計算 就不會有一個扣分的 另外就是有的同學問 怎麼樣可以在港大學習中西合併 中西合併 那我剛才介紹過了 我們的第一呢 我們的課程呢 因為是中醫課程 肯定是中醫比重比較多 我們是1比3 那麼西醫的課程呢 不是一個單純的學習 比如就是學解剖 比如我們在學解剖同時 大家看到我們剛才的短片 在學習這些同時 也結合我們中醫的 比如中醫骨伤啊 加在一起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融合學習 所以我們有很多形式 就是有這種IPE啊 PDL這些啊 包括去西醫院的 西醫院進行這種病房 實習 我們的西醫院老師呢 也很積極的 就是用這種中西融合的教學方法 來幫助我們的中醫學生 嗯 再加上我們有很多的學習的時間 都會有可能跟西醫的同學 或者護理學的同學 他們一起去學習 也都有個叫做 Patient Care Project 就是會跟西醫 護理 甚至藥理的同學 我們會去病房 跟一些慢性病的病人去聊天 了解他們 應徒他們慢性病的過程裡面 有些什麼困難 這樣去提升 除了技術上面之外 還有醫療的溝通啊 和了解病人的需要 所以都是很可以切合到 我們真實臨床的需要 好 那麼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 多謝大家參加我們今天這個 網上的介紹活動 那麼希望呢 在不久將來呢 能看到大家 踴躍報名港大中醫藥學院 希望有機會再見大家 好謝謝拜拜